休斯顿的治安越来越让人担忧 一夜之间休斯顿地区发生了两死三伤四起枪杀案 目前还没有枪手被捕 请看本台记者黄梅子的报道 周一凌晨4点左右 两名男子在休斯顿东南部海湾高速公路上的某旅馆被枪杀 其中一名男子当场死亡 另一人负伤被送往医院 情况严重 警方表示这起事件始于汽车旅馆内几名居民之间的斗殴 然后升级成枪击 有几个不同的人互相开枪 凶手已经逃走 第二起枪击案发生在社区 一名男子和他的女友在自家的前院聊天 三名蒙面男子突然出现 并且开枪将男子打死 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所幸的是该男子的女友并没有受伤 警方初步认定是仇杀 第三起枪击案发生在休斯顿西北部地区 星期天晚上11点 一名男子腹部重弹倒在一个停车场 警方接到报警后 紧急将受害人送往了医院 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因为没有目击证人 而被害人又陷入昏迷 所以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枪击事件 第四起枪击案 昨晚10点左右发生在休斯顿东南部 两名男子试图抢劫一名男子 抢劫未遂 于是这两名抢劫犯朝该男子射击 导致他重担负伤 索性没有性命之忧